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200多国家的元首跟领导人曾经访问过西安 这其中呢就包括了联合国秘书长 美国的总统日本天皇 德国的总理英国首相等人 而现在呢我们自己来好好了解一下陕西的西安 清晨的宝物加上渭河的水汽 让人一时之间看不清古老的长安跟现代化的西安 究竟是如何交融在一起的 我们近代视野清明后亮的时候 远看出历史多久的西安 并没有因为它的资深因此进入 该现代化的就快速现代化 该保留古异的就越发彰显其古色古香 当然也无聊的会出现古今映成的景象 但也具体要献出当今这个时代人们内外的需求 希望享受现代化的艳力 却不愿失去古老的记忆 西安在史迹中被称之为是金城千里天赋之国 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西安确定为世界日史名城 成为举世文明的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 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长达1200多年 先后有13个王朝的政权在此地建都 秦州自古帝王堆的说法也就是这么来的 既为帝王之都 宏伟的城墙自然是少不了的 今日现存的西安古城墙 就是在唐皇城的基础上所修建南城的 在我们的六宝 从600多年的历史中呢 城墙了每年都会有一次修建的 而是在这600多年中共有三次大的修建 第一次呢 就是在我们的明龙庆二年 下令了对我们城墙的外侧以及顶部包一青砖 第二次呢 是在清乾隆年间改变了我们城墙上的排水系统 而在第三次 就是最大的一次呢 是在我们的1983年 我们城墙呢 建立了城墙环城委员建设会 对我们的城墙 以及外锅城呢 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的复原 所以呢城墙之所以能保存这么完整 是因为这样子的 那它的材料上去是有什么特别呢 是在新建的城墙呢 是少无城砖的 就是我们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城砖 它是用金衰的细黄土 以及会以少量的石灰 然后以糯米枝树柱横木 夯打制成的 而在我们的明龙庆二年呢 陕西巡抚的张旨 才下令对我们的城墙的顶部 以及外侧包一青砖了 所以才看到我们现在西安城墙的基本规模 今天在西安古城墙的墙顶上 竟然出现了自行车服务处 因为它的墙顶宽度 本来就足以行车跟操练 其自行车当然是没问题的 现今的城墙建在明宏57年到11年 西元1374年到1378年 是中国大陆现存最完整的一座 古代成员建筑 至于这座大慈恩寺 它的名气也不小 可谓世界之名 它是中国佛教法相为世宗的祖庭 唐永辉三年 西元652年 玄奘法师 为故养从印度所请回的佛经 佛像跟社利 奏清高宗允许在大慈恩寺建塔 是现今的大宴堂 大慈恩寺始建在隋代 出名叫做吴露寺 唐贞官22年 西元648年 太子李治 为了追念母亲文德皇后 扩建了寺院 更名为大慈恩寺 至于后建的大宴堂呢 可就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现今想要进入大宴堂的地宫 还得通过安全检查 因为里头放置非常珍贵的佛设立 他是1998年 由印度玄奘寺的住持所赠送的 至于当年玄奘法师 从印度所带回来的社利何在 故事中是个谜了 玄奘法师呢 他曾经就是在期间取经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入过一个沙漠 沙漠当中他自己所携带的一个水 都已经喝完了 是从大宴来带领他找到了水 为了大宴的感激之情 所以这将他所述入这个场面 就真的大宴了 在法师传当中描写修塔一节时 说明层层中心皆有设立 或一千两千翻一万余力 但在武则天长安年间 重新修建时呢 将塔中原有设立如何处置 并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 我们爬好多街 你怎么爬几街啊 差不多300多 300多啊 真的很踩 我们看到这么漂亮 值得了 这个您现在看到的 这是我们这个朝西边的一条大街 这个其实是这个芙蓉坊 所以有个这一个坊旁的这个街区 来到西安 除了要去大宴塔之外 小宴塔也是一定要来的 不过大小宴塔之间 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来问问看小王 好的 那么大宴塔和小宴塔呢 它除了一个大一个小 这样子的名称不一样之外 它比较主要的原因 其实还是在于它的建筑形式 大宴塔呢 它主要是楼阁式塔 塔高七层 高度大概是64米多 那么它主要也是 唐高宗为她的母亲所建的 慈恩慈离做佛塔了 而我们小宴塔呢 它是秘延式砖塔的典型代表 秘延式塔 它就是塔层 人层比较密集 我们想要塔就是塔高15层 高度是43.3米 而他所修建的主要原因 也是根据这个寺来修建的 那这个寺叫做建福寺 主要是唐高宗李治去世之后 他的老婆武则天为他所修建的 这是主要的不同的原因 小宴塔的宴塔城中 被列为是关中八景 是西安著名的旅游景点 小宴塔建在西元707年 大约是唐代景龙年间 塔原有15层 现存13层 是为了保存唐代高僧意境 从天主所带回来的佛教金卷 佛图等所建建的 属于保存比较完好的唐代佛塔 是唐代精美佛教建筑艺术的遗产 西安自古就有着巴水让长安的美称 北有魏河 金河 西有灶河 丰河 南有绝河 浩河 东有坝河 产河 我们现在所来到的是产坝生态失地 便是原子产坝水系 在过去这里曾经面临过度污染跟挖沙等问题 为了彻底改善整治 在2004年推出了产坝生态区的计划 魏北这个区域啊 它是一个魏河和金河交汇的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又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川地 它是一个原地 它的在生态要求方面相对是比较高的 既然作为一个工业区 那么又不要避免 由于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的恶化 那么我们要求生态要优先 就是在整个这个区域里的绿化 环境 水资源保护 要体现成优先的这个意图来 2011年世界园里博览会在西安盛大举办 眼前这一片世博园呢 便是在当时博览会的绘制上 进行综合改造的城市公园 原职所在的广运坛 位在史称坝上的产坝之兵 使中国古代主要港口之一 上唐天保年间 唐玄宗曾经在这里 举办大规模的水运博览 跟商品交易会展示唐代商贸的发达 创世界博览会的发端 如今西安市更加发扬光大 不仅成功举办了世界园里博览会 更规划了纺织城文化创意区 又称为纺织城艺术区 这是在闲置空间再利用的概念下 以西安纺织城地区 原有老工业建筑空地 所进行的规划 由艺术家们自动地聚集 形成创作群络 目前云集有个人画室 设计机构 论坛机构 还有艺术展示机构等等 把它设计成一块 像唇烟一举的蜂巢一样 上面它这个瑕疵的部分 蓝色部分 雕刻成一些幼蜂 它上面的点点雕刻成一些幼蜂的眼睛 还有一只公蜂在心情恶作 上面的外面 它这个黄色部分 就像唇烟一举的蜜一样 马上要留下来这个感觉 一样非常的形象 其实纺织城文化创意区的发展模式 跟北京七九八艺术区 是非常相似的 北京的七九八艺术区呢 是在原来国营七九八厂 等电子工业劳场区的所在地 从2002年开始 一批艺术家跟文化创意者呢 就开始进驻了 他们改造了闲职的厂房 逐渐发展成为画廊 艺术中心 艺术家工作室 甚至还有餐厅酒吧等空间聚落 形成了具有国际化色彩的艺术聚集区 西安的纺织城文化创意区呢 也正朝着这样的方向在发展中 艺术中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